不得不说金星是娱乐圈里最敢说的人 当年就针对文章和姚迪的事件 直接对着媒体和镜头 当众说他们俩男是渣男贱女 金星作为马埃迪的好朋友 骂起来可以说是相当毒舌 2014年著名的周一剑 让文章出轨姚迪的消息 迅速成本了整个网络 引起了一阵热议 两人曾经合作电视剧《裸婚时代》 在戏里两人的一些戏份就很亲密 可谁曾想 这段感情居然还延续到了各自生活中 两人在大街上宛如一堆热恋中的小情侣 各种情情抱抱举高高 只留下华尔泰的马埃里和女儿爱马在一边默默上行 其实只要细心观察就会发现 两人之间的感情其实早就开始了 当时姚迪未宣传这部剧 从没避讳过文章已经结婚 甚至在场半奖晚会上公开对文章进行表白 当着所有人的面表示文章就是自己的偶像 此话一出 或许主持人感受到了一丝不对劲 马上原厂表示文章已经是已婚人士 但姚迪就表示只是偶像都不可以吗 文章老师是我的偶像 但是他已婚 偶像不行啊 有时候往往三十钟的事情会比故事剧情更抓马 结果最后 姚迪成功把偶像文章变成了自己男朋友 自此以后 姚迪成为了那个被直指点点第三者 这既然是自己选择的 那就注定要承受这些被骂的代价 而且他和文章的几张亲密照片 就是一个个时较往他脸上砸 一时间脸面丢尽 至于文章他也承认了自己所做的事情 也彻底成为了背叛家庭和妻子的渣男 事件最后也一马里的一句且行且真相要结束 姚迪作为娱乐圈里的独舍担当 也同时是马一里好友 气得直接在节目上对这件事情进行吐槽 甚至还表示文章只是从面向上来看就知道很作 姚迪因为看在他人是孩子爸爸份上 多少留了一些最后的体面 但作为姚迪来说 他完全就是要得到文章 所以他才敢冒着这么大的风险 明目张胆地成为了第三者 文章此事件发生后 和当时追求马一里的深情运设 形成了鲜明对比 而且不管谁的形象或者是视野 都一瞬间从山顶跌入了悬崖 要知道当初他和马一里在一起的时候 就被指说女强男弱 是需要马一里的支持才可以获得一些资源 不知道现在他是不是会有一丝丝后悔 或者和姚迪在一起时会不会知道 自己是那个垫脚石呢 姚迪曾经说过自己交往过八个男朋友 那他到底有多恋爱呢 才会认为自己从来没做错过事情 除此之外 他还在节目里表示 自己在有男朋友以后会重色轻友 还会因为陪伴男朋友 把自己手里的工作全部推掉 恋爱的时候好像就 对所有的工作都推掉 那你谈恋爱的时候智商下降吗 智商挺低的 给男朋友再次 对 重色轻友 姚迪的朋友爆料称 他给自己买个衣服都会觉得贵 但是为给男朋友一个好的生日礼物 把自己拼人筹都搭上 也不会后悔 明明自己也很忙 但依旧会抽出时间 飞到男朋友身边给他庆祝生日 然后第二天一早 再赶最快一班飞机飞回天场 对于姚迪来说 有些前人的名字他是记不住的 但是却对在一起八年的耻率印象深刻 那年两人因为同派一部剧而详实 然后顺利发展成为了恋人 可已经是明信 他们也依旧会存在爱情和面包 要怎么选的问题 根据一些消息表示 当时是姚迪妈妈嫌弃迟帅 没钱还买不起房 所以最后这段感情只能以分开收场 更富有戏剧性的是 两人分开后 迟帅凭借回家的诱惑依据成功走红 像买房账的事情简直就是一如反掌 他们两人分手的消息 是在2014年传出来的 也就是说 就算当时他们俩还继续在一起 姚迪的忠心也不在迟帅身上了 毕竟他和文章周一剑 也是在这年被爆出来的 姚迪的朋友还表示 他原来有流产过一个孩子 文章甚至都答应会先离婚 然后再把他娶进家门 可现实从来都是残酷的 文章的事情已经爆料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道歉 然后再召唤亲戚朋友和媒体人 一起去见证 他求马艾迪原谅了时刻 然后再回看姚迪 变成了人人喊打的老鼠 之前有一项的合作也全都离开了 可以说 在姚迪的人生里 谈恋爱是最重要的 尤其是和文章分开以后 他的交集朋友圈就更宽泛了 还曾经和葛优外甥来过一次约会 但后来也被爆是插足别人感情的 昨晚杨子晴也吐槽过杨迪 有介入过他和李维之间的感情 因为姚迪有钱客在身 所以大家周面的这样的吐槽 很自然的就相信了 认为姚迪就是没意思悔改之意 直到李维出面批谣 陈青和杨子晴的关系 还表示自己是单身 追求姚迪很正常 就在大家等着吃光 看姚迪最后会和谁在一起时 2017年他自己关键了恋情 这一次但是真的结婚了 对方名叫高杰而是一位富商 虽然从年龄和言之上来说 这并不是姚迪的最佳选择 但这一定是姚迪妈妈想要的有钱人 还没等大家戏巴两人之间的相处细节 马伊丽和文章就宣布离婚 这个离婚的时间点 可以说又再次引来大家的关注 有部分网友认为 马伊丽是故意等到姚迪结婚 然后才选择和文章离婚 反观离婚后的马伊丽 事业再次走起了上坡度 专心搞事业的样子 针灸大方又美丽 也着实圈粉了一波 在这一场事件中 姚迪应该是书最惨的一个 丈夫总是会出现各种画边新闻 私生活简直可以用混乱不堪来形容 就算是七夕这样浪漫的节日 还被拍到和美女一起玩 两人之间一起有说有笑 可以说非常亲密 后来高杰还特意上演了一出摸头杀的戏码 于是网友们纷纷跑去姚迪评论区评论 说这就是所谓的天道好轮回 既然做过那样的丑事情 就必将会有报应 后来姚迪问了证明自己没有嫁错人 之后就会拍到和高杰一起逛街 其实不管是维护自己最后一点尊严也好 或者是本就很幸福 这都只有当事人自己清楚 只是希望大家互不打扰 各自安好